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落后于 请回答1988 这部神作呀 他们在剧中上演的无数经典甜蜜场景让人心动不已 戏外互动更是频频爆出高田瞬间 韩网瞬间炸开锅了 背着善仔跑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现代韩国 讲述了一位著名的顶级男星柳善仔 他不幸离世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然而 与此同时 一个平凡的电影爱好者任律 却因为命运之手的牵引 神奇的穿越回到了15年前 那个柳善仔尚未成名的年代 任律穿越回去的唯一愿望 就是想要拯救那个还未成名 前途未卜的柳善仔 阻止那场悲剧的发生 在这个充满神秘和未知的时空中 任律不仅要面对过去的自己 更要与年轻的柳善仔建立起深深的感情纽带 他以粉丝的身份接近他 用他的善良和真诚 一点一滴地敲开了柳善仔紧闭的心扉 导演透露当时在电视剧制作会议现场 他充满激情地透露道 你们知道吗 金慧云可是编剧们选定后 才开始撰写剧本的 如果金慧云不愿意出演这部作品 那结果将会令人无法想象 因为他的努力 不仅仅表现在演技方面 更体现在他的品德修养上 而谈到男主角编又西 导演更是赞不绝口 他就是我们电视剧的颜值担当 游泳运动员般的健壮身材搭配顶级明星的强大气场 而且唱歌还那么好听 当我在釜山观看《20世纪少女》时 我深深感受到了编又西全新的青春活力 试问 又有几位演员可以同时演绎十几岁和三十多岁的角色呢 据韩国媒体《韩国日报》报道 尽管背着扇仔跑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期待 但是从确定制作到完成却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许多男演员因为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K-pop粉丝单恋故事而拒绝了 扇仔 这个角色 可是就在男主角选拔陷入僵局之际 编又西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演出提议 他的加入使整个剧组重新焕发了生机 由于扇仔 是一名歌手 编又西还亲自为该剧录制了歌曲 其中 由他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 振宇更是空降Mellantau 一百排行榜 甚至还有很多剧迷 呼吁音乐节目制作团队邀请Eclipse 参加音乐节目 编又西自从2016年转型进入影视圈以来 已经在举众妖精精浮珠 直立行走的历史 花党 朝鲜婚姻介绍所 青春记录 花开始享乐 二十世纪少女 灵魂伴侣 大力女子江南顺 等众多作品中展露头角 虽然每一次都未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此次凭借《背着善载跑》的热播 她的过去作品也被网友们纷纷翻出来 甚至有人调侃她是 曾经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在《背着善载跑》中的编又西 其演技显然比以往更为成熟 她细腻入微的表演将 善载 面对 小素 时的各种复杂心理变化 以及情绪波动 展现的淋漓尽致 流畅自然的演技 让人不禁为之惊叹 仿佛观众也能感同身受 与她共享喜怒哀乐 善载 这个角色 不仅让观众们见证了 编又西在演技上的巨大突破 更是让她一夜之间 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星晋男神 她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一开始 很多观众选择打开这部电视剧 其实脑海里预想的是 她会深入探讨那些疯狂内卷 常常处于身心疲惫状态的韩国偶像团体中的成员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毕竟在近些年 KPOP圈子中 因为工作压力过大 无法承受外界的种种重负 从而选择不参加回归打歌活动 选择宅在家里自我疗愈 甚至直接宣布退出娱乐圈 或者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偶像们实在太多了 可随着剧情的推进 观众发现大家的猜测完全错误 虽然这部剧确实涉及到了救赎这个主题 但是她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偶像群体 原来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有着轻生轻像的偶像 他与自己的粉丝产生了感情纠葛 在 他房 的边缘疯狂试探 然而 事实却是 男主角在高中时期 就对住在隔壁的女主角一见倾心 从此展开了长达15年的漫长暗恋 而女主角对此毫不知情 她在一次车祸之后 身体残疾 却被男主角的一通电话深深感动 从此陷入了对她的迷恋之中 在一场演唱会之后 她意外地穿越回了高中时代 决定要拯救那个 曾经想要轻生的男主角 这样的设定融合了纯爱 车祸 轻生 穿越 和双向救赎等元素 让人不禁联想到 近年来备受欢迎的 《想见你》 一闪一闪亮星星等剧集 给人一种 你喜欢的我这里全都有 的感觉 尽管背着扇载跑 的故事情节看起来有些老套 人物设定也充满了套路 但是通过男主角的好友之口 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粉丝对于偶像的热爱 是否能够像男女之间的爱情那样 纯粹和深刻呢 背着扇载跑 最吸引人 同时也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 就在于男女主角之间 这种错位的爱情 导演的拍摄手法非常出色 清新自然的校园氛围 以及独特的双视角剪辑方式 为整个剧情 增添了许多浪漫唯美的色彩 《纯爱战神》这次不仅应声倒地 而且如同男主角 暗爽歌 一样 只要看到女主角灿烂的笑容 就能快乐好几天 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环节 无疑仅仅抓住了那些热衷于烧脑剧情的广大粉丝们的心弦 到底男主角是自己选择轻生的 还是背后隐藏着令人震惊的反转让人杀害 这故事仅仅只是男主角独自一人穿越过去 还是说两个人携手穿越到一时空 埋藏在故事中的秘密如手表 车祸等伏笔 他们能否在仅仅只有三次的穿越机会中 一一揭示出来 完美接轨呢 不得不说 很多粉丝还是更为偏爱的是那种 只有男主角独自穿越时间的设定 因为对未知的忧虑与期待 还有等待对方回应时的煎熬 以及种种甜蜜而又痛苦的情感波动 这些都是暗恋这个过程中所独有的美好体验 两个不同的时空之间 有着许多巧妙的呼应 例如打伞 送堂等细节 都暗示了男女主角在心灵深处的相互拯救 15年前 女主角在自家门前初次邂逅男主角为他撑起了雨伞 15年后 男主角在一场盛大的演唱会结束之后偶然遇见了女主角 同样为他撑起了雨伞 在演员阵容方面 两位主演的选角可谓是恰到好处 无论是外貌上的匹配程度 还是在重要场景中的演技表现都堪称精湛 一部好剧 需要让观众同时产生共鸣 因此 两位主演的表演缺一不可 背着善载跑 这部剧本的精彩之处就在于 它能够让观众12位女主角明明知道结局 却无法向他人透露真相的苦闷 感到揪心 十二又为男主角在穿越前后对女主角的记忆模糊 以及穿越后女主角性格发生巨大变化 使得男主角陷入困境的情节感到痛心疾首 1996年出生的金慧允 演出了众多观众耳熟能详的热门剧集里的重要角色 比如 听见你的声音 钟的西珍 坏家伙们 钟的美珍 蓝色大海的传说 钟的朴志颜 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钟的女演员 以及 偶然发现的一天 钟的主演员 甚至凭借做推土机的少女 一举斩获青龙奖和大中奖的最佳新人奖项 然而在广大观众心中 她的形象 或许仍停留在天空之城中那位可爱的 公主Name 江亦瑞 成为无数网明星中的 云阳女娥之一 实际上 金慧允的演技实力相当深厚 堪称该剧的灵魂人物 她既能演绎出活泼开朗的花痴蒙媚 也能将突如其来的车祸 瞬间变成残疾后内心深处的绝望情感 全心全意的展现出来 更能在无法言语之时 仅仅依靠眼神的表演 就让人为之心碎 无疑是一位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优秀演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从2023年穿越回到2008年 跨越15岁的年龄差距 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角色转换 关于我们的男主部分 1991年生的编右兮 可真是一颗明星 她凭借电影 20世纪少女 成功提名百享最佳新人奖 另一部电影作品 《再见,我的灵魂伴侣》 更是让她提名大中奖最佳新人 在大学期间就已经签约YGK家成为一名超级模特的她 以《我亲爱的朋友们》 这部电视剧成功踏入演艺圈 并且在《青年警察》和《请输入搜索词》 www等口碑佳作中担任重要配角 堪称绿叶中的佼佼者 而在上一部备受瞩目的《上桌剧》 《大力女子江南顺》中 她饰演的心理病态者流食物 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初次看到善仔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她并不是那种 一眼就让人心动的类型 甚至还有观众犀利的评价说 眼顶刘爱豆有点丑 但是 只要你看过这部剧 你就会明白 暗爽哥 这个角色 简直就是被她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大呼过瘾 那么 你会看这部剧吗